随着健康和食安意识抬头 越来越多人喜欢选择有机食材 全球有机种植因而盛行 台湾的小农有机户数 近三年也成长了两成左右 然而有机种植并不容易 因为不喷洒农药 就必须要克服气候忽冷忽热 还有病虫害等等因素 造成采收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再加上了都市小农的规模经济 远远比不上中南部 大面积种植的农友 因此很多都市小农们 开始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但您看他们要怎么做 温柔地帮豆腐马刷鸡瀝干水分 蔬食餐厅的主厨正在备料 等着迎接中午上门的客人 将香菇红萝卜切成小块丁 一刀切下 高粒菜发出清脆的声响 最后加入太白粉搅拌 捏成一球球的红烧狮子头 大火煮五分钟 滚烫汤汁飘出阵阵清香味 这锅红烧狮子头 从锅底到主食 来源全是有机小农的心血 安心食材 必要条件的话就是 产定种植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要有机 或者是就是无毒 自从2014年台湾爆发劣质油事件 食安风暴引起国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国内有机认证数量快速攀升 根据统计 台湾的有机农户数 从2016年的2932户 2017年到3186户 2018年增至3536户 近三年增加了两成 而小农生产的作物 除了卖到有机专卖店外 还有一个销售管道是舒适餐厅 我们连豌豆苗都是活的状态下去捡 所以消费者吃到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 王淑珍是舒适餐厅的创办人 打开冰箱 一一向我们介绍各式盒酱 黄金泡菜 与各式新鲜有机蔬菜 洁瓜 其实台湾的有机洁瓜相当难做 过去一直在外商公司任职的王淑珍 五年前决定与志同道合的两位老外律师 共同创办一间友善土地的舒适餐厅 以我们外食主来讲 几乎没有时间来煮菜 所以透过一个餐厅的力量 或许会快一点 去影响更多的人愿意用这样的食材 我想就会有更多的农酒 他会觉得我种这个东西是有人买的 开餐厅就要确保上游食材来源的安心 生意才能做得长久 因此寻找信赖的有机小农 长期配合非常重要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好 你们坐 走进这座位在新北市土城的有机菜园 就看见鸡鸭到处跑 菜园里有瓜有豆也有菜 汉王淑珍一起创业的伙伴Robin 亲自来到农场拜访合作的小农 事实上Robin和辉哥不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关系 而且还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早在2008年土城看守所打算签建 看上的就是这片占地近200公顷的土城弹药库旧址 由于过去这里是军方用地 戒备森严 反而意外保留了原始的自然生态 加上周遭都是农业用地 居民担心看守所一旦进驻 将破坏这片城市中最后的绿宝石 因此不断上街极力争取自身权益 而辉哥就是其中一名成员 自从看到的搬迁之后 当时许多环保团体也投入深渊行列 Robin就是其中一位 他还鼓励辉哥 将这处未受污染的土地改为有机农场 做友善分作 判业只是一半 如果你没有创造的话 那就是没有什么 对 判业而已 所以我是把阿慧当作我们创造的伙伴 所以除了那个一位都不喷什么 不喷 不喷 还有什么方法 当初就是你叫不能用农药 不能用那个 一起当年 两个大男人打开话夹子 一时停不了 从户外菜园聊到往事区 走着走着 Robin很自然地 一边摘着新鲜叶菜 边吃边聊 这个香菜也是很香啊 那我今天不用吃晚上 因为是无毒农场 所以不使用化学農药 菜园到处可见黄色的捕虫贴纸 它是用来做病虫害防治 而画着的信费落萌 是用来阻绝害虫繁殖 对 甚至很多野菜 应该是可以收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离台北这么近 应该这种地 应该全部都保留 只是对有机耕作一窍不通 加上原本土地有机值不足 怎么种都失败 前四年经营惨淡 奇怪 我提供金只要174万 回来 那四年的冬甘 我都没办法 有时候一句话 没有一万块呢 有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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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那 蜜蜜又会练无人材 入不敷出的生活 辉哥一度萌生退役 但他并没有被挫折打败 反而积极到改良场上课 一方面先养土地 一方面他也慢慢意识到 经营必须做出区隔 我要怎么做市场去区隔 所以做我的种子 奇奇怪怪的 没有菜 人都没有 我有了 譬如说什么菜 做的鱼干燃 芝麻叶 这几年两三年 准备了 我七八年就有钱了 辉哥的菜园只有三分地 经济规模相当小 然而一眼望去 满满翠绿色的蔬菜 种类就高达二三十种 因为它掌握到少量 多样的经营模式 除此之外 它还搭童子自行育苗 这是高丽菜 这是高丽菜 这是糖菇菜 把妈的从周边的社区 周边的一些机关团体下手 先把他们先带进来农场里面 让他们先带进来农场里面 看着都得到 这样 看着他来 转我的客户 外事起头难 先求有客员 再求供应稳定 当年Robin为了挺辉哥 无独菜园的理念 也以相对市场行情 更高的价格采购 当初里面一斤一百块 帮我买菜 你看 一年平均下 就加加二十几万 那个时候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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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说 我在行商过程中 不要买来 我生产的 他会帮我放心 辉哥因抗争守护家园 进而发展有机农业的故事 让许多学校与企业慕名而来 前往农场上课与教学 体验一日农夫的乐趣 同时也学习珍惜大自然 给予的宝贵生命 刀子 篮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容易 趁着雨消停的空档 住林口的周夜剑 拿着锄刀与菜篮 赶紧前往菜园采收青菜 清脆的收割声响 成为这片宁静菜园 最美妙的声音 最外围的高丽菜叶 被毛毛虫咬得坑坑坑坑 而被周夜剑小心翼翼 珍藏放进菜篮的 则是小不眼般的高丽菜牙 我们正在采收高丽菜牙 准备要出下午的宅配 宅配客户 今年42岁的周夜剑 原本在金融业上班 收入稳定 后来却决定放弃百里生活 返乡接下父亲的菜园 当起都市农夫 以前是营业员 在金融海啸之前 因为当时 公司需要我们卖一些 衍生性中的商品 那我们自己都买不下去 所以就对那个工作 有一点排斥就回来 不勉强自己做与 个性不合的工作内容 周夜剑干脆回家帮忙种菜 他同样坚持友善对待这片土地 因为我觉得往事 因为设施的关系 所以它的有机栽培 有那个保护作用 它比较简单 它只要施肥 下种子浇水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 那最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那我们会再种一起 可能还会再种一次 嘴巴上说自己个性懒 其实五毒菜园的照料 远比农药施肥 更辛苦千万倍 像是为了避免宠宠入侵 他必须每两到三小时 密集的巡视菜园 麻猫虫不喜欢吃罗曼 不喜欢吃A菜 牙虫不会啃树叶 它会吸食它的汁液 带着我们走进菜园 随手一拔青菜 轻轻拨开叶片 就看见黑色点点的牙虫 太阳还没出来之前 去看麻猫虫才跑出来 你如果太晚出来 它就已经躲起来 像那蝗牛 最好是在五六点前 要去巡一下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巡视菜园已是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 还得熟悉各种叶菜类 生长习性 以免错过采收期 有些蔬菜甚至要半夜 起来摘收 半夜采菜是有的 像有一些芥兰 最好的收成期间就是早上 那早上如果来不及的话 可能就是两三点 然后含牛来的时候最刺激 总算通过重重严苛考验 周夜间的菜园终于在2006年 取得新北市农业局的有机认证 但惠众还要得卖得出去 一般我们大概是每个礼拜 在浇200公斤左右的叶菜 透过市府帮忙 周夜间和其他的小农 与国销营养午餐配合 每周送菜一次到学校 这间就是刚出的三桶号 稍微轻轻折一下 然后全部都可以吃 整株都可以吃 小的时候采收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味道不会那么重 小朋友比较可以接受 这个口感 周夜间的阿嬷年近九旬 种了一辈子的菜 直到务农的辛苦 不舍孙子劳累 一有空就陪着他 祖孙俩并肩挑菜 疲惯他都要送 刚才那个做那种够减做 他妈妈做 该不敢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我们就吃这个饭了 虽然台湾有机农业的意识 渐渐抬头 有越来越多小农投入 只是有机耕作不但得面对 虫害挑战 质量难以掌控 加上生长速度又慢 尽管如此 小农们仍选择走在这条困难的路 那我们是有经过5年10年这样 一步一步走上来 我认识就是说 好话两个字 老师教不好 我们要瞄下 那你给人家往前看